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演技方面的表现 无论是在哪部剧中 他都能将角色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展现得连离尽致 让观众对他的演技赞不绝口 他的表演风格独特 既能展现出角色的深情与温柔 又能展现出角色的霸气与果断 他的演技功底深厚 让人叹为观止 黄晓明是一位在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演员 他的阳光 阳刚的气质总是能为他吸引一大批的粉丝 尤其是他那浓眉大眼的五官 深邃而又明亮的眼睛仿佛能看透人心 高挺的鼻梁给人一种坚毅的感觉 厚实的嘴唇则让他看起来更加有男子汉乞丐 他的颜值相当出众 让人看了就觉得亲近 除了外表的优势外 黄晓明在演艺事业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在众多作品中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胡歌是一位中国内地的著名男演员 在演艺圈中拥有着极高的声誉和影响力 他所出演的作品 《仙剑奇侠传三美装者狼牙榜》等 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其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表现力让人印象深刻 尽管胡歌的外貌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帅哥类型 但他自身的独特魅力和气质却让他在众多演员中脱颖而出 让人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他那略显小巧的眼睛却充满了深邃和魅力 眼神中充满了情感和故事 无论是深情的眼神还是坚毅的眼神 都能让人深深地为之着迷 而他那高挺的鼻梁和厚实的嘴唇 则为他的脸庞增添了一份成熟和稳重的气息 让他看起来更加有魅力 他的演技和才华让他在演艺圈中独树一帜 成为了众多观众心目中的男神 胡歌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演员 不仅在演技上获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可 他的身材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他的身材非常匀称 无论是身高还是体重 都展现出了完美的比例 这让他在各种场合都能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身高始终使得胡歌在镜头前 能够呈现出最佳的视觉效果 既不会显得过于高大而显得突兀 也不会因为身高不足而失去气场 而体重的适中则保证了他的身体线条流长 没有多余的坠肉 显得非常健康和有活力 云衬的身材还让胡歌在穿着打扮上更加得心应手 无论是西装革履还是休闲装束 他都能轻松驾驭 展现出不同的风格魅力 在镜头前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表情都显得那么自然 那么有形 这都与他的身材匀称密不可分 此外 胡歌对于身材的保持也体现出了他的自律和敬业精神 他注重饮食健康 坚持适量的运动 这些都让他能够保持良好的身材状态 这种自律和敬业的精神也反映在他的演艺事业上 使得他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胡歌的身材匀称 适中 不仅让他在视觉上更加有形 也展现出了他的自律和敬业精神 这样的他 无疑会在演艺事业上继续发光发热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他的气质也非常独特 他总是给人一种沉稳 内敛的感觉 让人不禁为之着迷 他的演技也非常出色 他能够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连离尽致 让观众为之动容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够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感受和体验 让观众对他的演技和才华赞不绝口 作为演艺圈中的新生代演员 王凯无论是在表演技巧还是在成就方面 都已经成为了众多导演和观众们的关注焦点 在众多的演员中 王凯之所以能脱颖而出闪耀其中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出色的外蒙 眼眸明亮且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以良挺拔展现了他独特的魅力 他那销瘦但却十分匀称的体型 流畅的线条 仿佛娓娓到来一段动人的故事 让人为之动容 王凯不仅拥有精致的面庞 他的演技也同样出色 他的作品欢乐颂 立场等都获得了观众的喜爱 展现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 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不仅需要有出色的外貌 更需要有扎实的演技和丰富的表演经验 而王凯正是这样一位兼具外貌和实力的演员 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王凯多样化作品 赢得观众喜爱扎实演技 俘获观众 2024开年热播剧 一定有王凯主演的大江大和三的名字 该剧豆瓣开分8.6 CSM全国实时收视率Top1 中国视听大数据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持续破3 单日最高达3.498 各大社交平台上关于王凯饰演的宋运辉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 可以说 在2024开年 王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的国民度 成为了人气 热度 作品多面开花的演员 内宇影视市场 优秀作品云集 凭借一个有亮点的角色迅速出拳 不算什么新鲜事 但像王凯这样 几乎拍一部火一部的演员却不多见 其实 盘点一下 王凯近几年拍摄的作品不多 但每一部的表现都是非常优秀的 清平乐 猎狐 向凤而行 大江大河系列 步步堪称经典 王凯以细腻扎实的演技为剧中人物注入了灵魂 作为演艺圈中的实力派戏骨 王凯的演技是从1.1滴中注就起来的 2014年北平无战事播出 王凯饰演方梦为 身形笔挺的王凯穿上制服 气质端正 一出场就吸引到了观众的注意 王凯在剧中的演艺更是出彩 2015年 《伪装者》 《狼牙版》先后播出 两部皆是高口碑高热度的爆款剧 在《伪装者》中 王凯饰演有着多重身份的叠战工作人员名称 多重身份的演艺 让王凯扎实的演技被观众看到 面对敌人是心思缜密 沉着郭感 面对朋友是温柔体贴 平易寄人 复杂的人物特点 王凯拿捏得十分精准 获得大众一致好评 在《狼牙榜》中 王凯饰演的静王肖锦眼 重情重义 刚义执着的人物形象 在王凯的塑造下更加立体饱满 肖锦眼是一个非常隐忍的人物 很多内心的情感都是通过语气 微表情来传递给观众的 王凯在剧中自然流露的各种微表情 恰到好处地演绎出了人物的内心戏 强大的感染力让观众一秒入戏 2016年 欢乐颂及欢乐颂2开始播出 王凯饰演的医生赵启萍 又是一个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 时尚阳光的青年医生 性格开朗 处世磊落 王凯帅气的外貌 周正的气质 完全符合了这一角色的人物形象 让观众在追剧时代入感十足 2018年 王凯主演的《大江大河》播出 此后的六年里 王凯演绎了宋运辉人生的不同阶段 从《大江大河》到《大江大河2》到《大江大河3》 从瘦弱倔强的少年到自信乐观的青年 到成熟沉稳的中年 王凯的每一次演绎都扎实而精准 向观众交出了满分答卷 2020年王凯主演的《清贫乐》播出 王凯在剧中饰演宋仁宗 也正是这部剧 让大家领略到了王凯原生台词功底的深厚 大段大段的台词 王凯说起来一扬顿挫 松弛有度 情绪层层递进 又借助成熟的演技 将一个气场强大诱人词宽厚的 帝王演义的入幕三分 同年王凯在《猎狐》中饰演的男主夏元 与大家见面 为了更加贴近金针干警的人物 在开拍之前 王凯专门到天津金针总队体验生活 这种诚意满满的表演态度 不得不让人称赞一句 好敬业 2022年王凯主演的《相风而行》播出 王凯饰演的顾南亭性格沉稳 工作严谨 高大帅气的王凯身穿机长制服 苏感扑面而来 稳定的表演水平依然没有让观众失望 虽然顾南亭是一个平时不苟言笑的角色 但不代表他是一个冰冷的毫无感情的人物 这方面王凯处理得特别好 看过王凯演绎的这么多代表角色 观众给予最大的评价就是一人牵面代入感很强 能够牵动着观众的情绪 也许这是王凯的最大优势 擅长于细节处丰富人物特点 才能带给角色深厚的内核 才能成功诠释出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仅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请关注哦 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